我是加拿大中国高校校委会联合会的会长 田木尔 非常感谢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的邀请参加这活动 这样一个活动是非常好的 体现了华联总会的一种社会责任感 最近呢 就是整个加拿大的社区 我们感到的就是安省的多伦多 犯罪率发生的越来越高 首先是偷汽车 各种容易被偷的汽车 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犯罪 这个基本不涉及到生命 接下来呢 入室抢劫 大家也说过 比20年前要多得多 这个通过报道呢 我们也有感觉 接下来呢 刚刚发生一些个 杀人 杀人 屠材 害命啊 或者杀人的案件 无论是不是有针对性 还是 没有针对性 但这个量呢 是很大了 作为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应该说 请我们的议员呢 代表我们 在国会啊 或者说立法机构上呢 能够是不是改变一些个 就是保释 或者假释制度的措施 另一方面我想呢 可能也就是一个行政或司法东西 因为我是 我们就普通人哈 对法律不是完全知道 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建议 就是说 那么假释的人 在外面晃来晃去的 已经犯罪的人 还没有宣判的人 那么警察的警力 是不是多加一点啊 对他多监视一点啊 哪怕手上脚上 带上一点什么 什么电子脚腕什么的也好啊 总之各种办法 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视而不见 对于我们社区呢 要发声 另外呢 考虑到就是现在这个环境 国际的局势 或者说加拿大的社会 对中国就有一些个 有一些个对立 这是事实 我们必须得承认 然后呢 它就会波及到我们的华人 这个大家也看到 有事实可以列举 就是无差别的来污蔑 控告一些华人的政治家呀 就是有些什么不端行为呀 对社会不忠啊 还有一些 这些诸如此类就很多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华人呢 经过艰苦奋斗 二十年三十年 有好房子 好车的人很多 成为大目标的人很多 另外呢 中国过去二十年来 发展很快 就从中国过来 新移民这些呢 可能也是 的财产呢 也可以 令人弃欲呀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 现在社会犯罪力变多了 我们又作为华人社区呢 有理由担心 我们这些同胞们的安全 所以说呢 我们要以适当的方式发声 这个呢 就是说 作为高校联合会呢 我们愿意和 其他的兄弟的社团 包括我们华人团体联合会 这个老大哥的社团 我们做我们 尽我们应尽的力量 好 长话 虎人羽 做